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講一講一件東京發生的事 他在昨晚當地時間八點 就有槍擊事件 這些在日本是很少的 那麼 有一個人中了彈,失去知覺 目擊者的說法就是 有幾個人坐車逃離現場 現在日本警察方面正在追查 發生槍擊事件的就在丁田市車站廣場的附近 消息就這麼說 現場就有一個人中彈 不省人事 報案人就說有人被手槍擊中 中槍的似乎就是 暴力團火成員 即是我們叫做黑社會 或者叫極盜 在日本就叫極盜 這個目擊者就這麼說 他說有幾個人坐白色私家車離開 日本警示廳就在確認這個詳情 有一個餐廳職員就說 槍聲是有幾聲的 在JR 丁田站的附近 那些槍聲是這樣的 從遠處到近 就是那個槍聲 這個職員一直都不敢走出店外 那麼 直到警察來了才敢走出店外 那附近JR丁田站外邊 就有很多餐廳 那繁忙時間其實是沒有過的 8點多 那些人聽到 當然嚇到四處走 因為其實日本很少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在附近餐廳工作的男人就說 有六輛警車和一輛救護車來了 通過巴士總站的行人天橋就關了 那麼這個 這個Machita Station 就是這個丁田站 這個JR站頭 它其實 算是一個很旺的地方 周邊是 一個周邊很旺的地方 為何會 啪啪 現在是不知道 在日本 你要買一把槍其實是很難的 在日本買一把槍根本是不容易的 大家記得之前 安倍晉三被人射低那一回 那把槍根本是要自己做的 其實 那把槍是自製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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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日本的槍管是很嚴重的 日本人口 一億二千七百多萬人 但是在日本 死於槍擊的人一年 是低於十個人的 為什麼 為什麼會 好像現在又多了槍 其實以前 一些極度的人 搞人家的槍 通常是這樣的 他們送一個 切過的蜜瓜 然後裡面 就塞了一把槍 在禮盒上塞了一把槍 已經表示要嚇人 嚇極度的人 如果大家都是黑道那些 你講數講不定 就送一個蜜瓜切開 然後裡面放一把槍 裡面是不會有子彈的 如果你在日本要買槍的話 其實一個合法獲取槍械的途徑 是絕對不容易的 是很嚴格的 日本如果要買槍的話 你就要上一個全日制的課程 不是一天的 是要幾天的 裡面就要有槍的法律 安全 之後就要考試 然後射擊場 你要不低於95分 然後你申請槍牌 還要心理健康 弱檢 很多東西 有沒有犯罪前科 跟極度有沒有關係 然後警察還會查家宅的親戚朋友 同事 一般人根本是不會有槍的 其實是很嚴格的 過了這麼嚴格的程序 你可以買什麼槍呢? 其實你只能夠買散彈槍 以及氣暴槍 其實是買不到手槍的 每年都要拿槍去警察局 去做一個審查登記 每三年都要重新讀書和考試 其實就 根本呢 嚴格來說 你不能買槍的 在日本這個地方 就是普通人 18歲以上才可以買 如果你是做獵人 一定要有獵槍的 那你也要20歲以上 就是 為什麼要用槍 你也要講清楚 執照上會寫明 你是要這樣的情況才可以用 這個槍 如果你的情況有變 你也不可以用那些槍 其實是 根本的規定是很嚴格的 就是 一般人呢 買槍 全槍 用槍 都是很嚴格的 其實 正常來說 知道日本有牌 持槍的人都會嚴格遵守這些規定 其實日本 他們 平民持槍的數字 是很低的 每100個人 才只有四分之一支槍 就是1000個人 1000個人才只有 兩支半的槍 為什麼 黑道現在會 升級呢 以前最多都是砍油的 這次會用槍 這個在日本 當地的人 說出來 現在當地的極度 是比以前的槍狂了 其實就是 日本是有 改變的 Terry Chan 說 蜜瓜加槍成本也很高 風險也很高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用蜜瓜 切開 然後再放一把槍呢 其實 這只是嚇人 就是迫到別人說話 會不會真的用槍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Winson 巴勒拉 說山口祖跟極度 是不是一樣 山口祖 其實它是指定的 其實它是一個組織 它是一個組織 所謂的指定暴力團 這是一個組織的名字 這是一個組織 這是一個組織的名字 山口祖 當然是 勢力很大 當然是 他們在不同的地方都是有什麼 山口祖 這些都是有勢力範圍的 其實很多在日本拍清歌的店 都是這些組織開的 其實就是 山口祖 其實 如果你說山口祖 就是他們這些極度裡面 收入最多的組織之一 這是之前美國的雜誌估計的 在2014年的時候已經是66億美元 現在的數字不止了 現在肯定山口祖的一年收入肯定是過百億美元 只是組織而已 你要想一下組織的收入和其他 他們下面的大佬的收入 又分開 因為他們的組織是要下面的人上繳 上去的 所以山口祖的組織很厲害 那你說 喂 為什麼好像合法一樣 喏 就是這麼說 他們做的事情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 那 即是你山口祖的指定暴力團 他這個山口祖就是極度的主要團體之一 他又不是只有山口祖 極度裡面有什麼住吉會 道村會 那些 山口祖也有幾間 他有什麼六代木山口祖 又有神戶山口祖 又有任合山山口祖 任合山口祖 任合山口祖 那些 有其他的 其實很多的 他們是有等級的 他有不同的小組 Terry Chandler 日本黑道 和政界有沒有勾結呢 其實他們的極度是合法的 就是他們的組織本身是 他們和政界是有關的 當然是 這個一定是有關的 不是沒有關的 是有關的 亦都多謝Anjali 88 你的支持 很多謝你 喏 你說紅谷祖是上市公司 紅谷祖就不是極度 這個一定要先說 日本他們的黑幫和政界 當然是有勾結 如果你說沒有勾結 當然是騙人 其實他們的極度裡面的大佬 當然是和政界是有關的 如果你說沒有關 我就告訴你不是 他們其實 這些黑勢力在日本 他們當然是有份做很多事情 他們做走私 販賣人口 賣淫 賭場 那些當然有 其實 日本的成人影業界 其實就是日本的黑社會控制的 那些公司好像正規 但是他們後面的錢 坦白跟大家說 一定是有幫會的力量 如果沒有幫會的力量 你覺得是否真的 拍攝那些事情 會沒事呢? 你自己想想 還有 他們日本的幫會 根本就是 一向都是 跟政界一定是有關係的 就是他們會幫政界拉票 做政治獻金 還有 有些地方 肯定是會 就是你投給別人的 那些就會被人打 是一定有的 喏 就是 有人說你胡說而已 不是的 其實 日本的極度 他們和日本的右翼政棍 一直都是互相勾結 一直互相利用 而且 是給他們 你叫什麼 指定暴力團 是給他們公開發展的 在日本 事實是 日本 他們的情況 當然是 不理想 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事情 不理想 但是 他們是這樣的 你也要接受一件事情 那些從政的人 很多肯定是 試圖和 那些 黑幫 劃清界線 保持距離 但是 選舉要用錢 那些錢在哪裡來呢? 他的議員自己存在嗎? 他肯定沒有辦法 是可以選擇的 那他一定要跟 當地 他們的黑幫 有關係 才可以 其實 就是 日本的右翼和黑幫 勾結 是很多年的事情 是長期都有的 這些是 也 也 感謝Ritter Ho 你的支持 Benzim說 打遊戲 人中之龍 也在玩極度 是 人中之龍是 世家的一個遊戲 來的 他一定是跟 那些 黑幫是有關的 其實 你如果 不跟黑幫 有關係 你去選議員 你做不得長的 其實 我不怕 告訴大家 這是 現實問題 做不到長的 這些事情 在日本 就是這麼 趴街的 有一些 退休的 沒有跟黑道 勾結的議員 他要自己 離開他做過議員的地方 是退休的 因為會被人報復的 其實 所以 很麻煩 其實日本 他們那些二手車 你說有沒有跟 社團有關係 或者叫做 我們叫做 極度黑幫 或者什麼 他是有關的 他是絕對有關的 還有 你買的什麼 二手引擎 舉個例子 就是 二手的船 那些引擎 我當時有個朋友做的 他跟我說 現在這個 在日本買的 全部都是被他們 極度的人控制的 有沒有辦法 就是 在他旁邊 流出來的 能不能找到顏色 其實就是找不到的 很難搞 其實 那時候有些朋友 就是想搞這些二手的 船的引擎生意 在印尼那裡搞 但是是搞不到的 因為 日本的 就是黑幫 控制了這些貿易 其實是 那 你說政客勾結 那是不是真的 我就告訴大家 在日本真的 舉個例子 就是日本他們的 右翼團體 其實他們有一部分的 都是來自 極度的組織 舉個例子 關東會 白芝園青年隊 那些 日本青年社 什麼愛國青年聯盟 那些 都是 那些極度的 變過來 其實就是 那他們日本的極右組織 那他們強調什麼呢 其實是很麻煩的 他們 一定說會忠於日本皇室 那 還有就是 說這個日本人 就是優秀民族 那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在做什麼呢 做過什麼呢 就是將 亞洲人民在西方殖民主義 解放出來 那是沒有錯的 那 日本到現在都很多這些 極度的東西 那 那它會繼續存在的 它不會沒有了 就是有些人覺得 可不可以沒有了這些 老實實 是不可能沒有了 其實 還有 他們有人口販賣的 就是有些說法 我在澳洲的時候聽過 真B.C.也說過 這個 凱恩斯 這個地方 就是什麼 日本雞城 就是 哈哈 那 根據 我聽過的 就是有一部分 日本女子 她被人 帶了去澳洲賣淫 其實後面 都是Yakuza控制的 就是 這個 Yakuza 這樣 這個就是 那些 極度 那個名字 這個 Yakuza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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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uza 這個名字 是什麼意思 就是 極度 就是 我一向跟大家說過 極度 就是這個 Yakuza 就是這樣 那 佐特就是三合會 都改過外國名字 其實 香港 的黑社會 其實源頭 都是外國組織來的 很多都是 就是 如果說一下 你說黑社會 又說開又說 就是 14K 舉個例子 現在我說這些 不是說要歌頌香港的幫會 舉個例子 14K 其實K字 就是國民黨的意思 就是 國民黨的英文 就是K字頭 的 他那個K字就是 國民黨 有個說法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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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 K 就是 就是 好像金更堅一樣 那 那 我就告訴大家 應該不是的 他那個K字 其實跟國民黨是有關的 K就是 國民黨的意思 那 好了 那 老新 老新更加不用說 老新簡直是 國民黨的將軍搞出來的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說香港 那麼 歪嘴 歪嘴 這個 字頭 這個 源頭 也是 跟國民黨是有關的 有些人說不是 沒有關係的 我告訴你 其實他們的革命組織 到了 真的 革命成功之後 這部分的革命組織 我告訴大家 那些革命組織到最後 其實就變成了 幫會 你說 不是的 我聽別人說的 歪嘴不是的 歪嘴是 他們工人自助幫會 告訴大家 其實 工人自助幫會 他們 都是跟革命 是有關係的 尤其是跟 國民黨是有關係的 其實是 那麼 你說 就是 一個字頭 這樣 他 怎麼會誕生的 那些 你要找回 源頭 其實也不容易 有些 但是 很明顯的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十四 和 老新 那樣 他們肯定是跟 國民黨是有關係的 他們是 那 就是說 起源是天地會 他們個個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鴻門起源 就是天地會 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樣 但是 你要知道 中國幫會 也是有歷史的 就是 有鴻門 鴻門現在還在台灣 也是合法的 還有青幫 那 就是跟 一個動蕩時代 就是 這些幫會 是有密切的關係 從來都是 所以你說 這些幫會 是不是 全部都是 做壞事 那我就 說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他們的成立 是有時代背景的 就是 鴻門也好 青幫也好 他們有他們的時代背景 不過 到了 就是 政權那些事情 穩定了之後 或者 政權有些事情變了 那 他們那些 就是秘密會社 那些 本質就會有改變 其實就是 那麼 在香港 結果就是 黃島獨 都是 被這些社團搞的 其實就是 就是 當然 有些傳聞 這些我都要說 有些傳聞 譬如 就是 范太太 他父親 就跟青幫有關 經常都說 但是 其實 范太太 他是被人撿回來養的 其實是 就是 根據 江湖傳聞 他不是真的 徐大統的女兒 根據 江湖傳聞 這個我也要說 你說 在台灣地區 是不是還有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就是 台灣地區 他們 有合法社團 如果你說黑社會 他不是叫黑社會 所以我就說 我很多時候 都會用幫會 去形容這些 其實黑社會 這三個字 其實是 港英 加給那些幫會 所以我很多時候 都是說這些是幫會 你說他 嚴格來說 算是黑社會組織 有些人當然是說 這些是黑社會組織 我跟大家說 也是 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這些事情 有很多 如果真的要研究 是可以研究得到的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深究 我都是聽的 很多事情都是 好 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四個地方 這樣還問 我學會 收集 舞台 五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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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